而说到交通问题 北市许多地下道因为行人使用率偏低 逐渐变成了治安死角 而经过评估之后 北市府将会逐步封闭这些文子地下道 不过有一些地下道是邻近学校 所以家长就担心说 地下道如果拆了的话 小朋友还能够安心过马路上下雪吗 紧盯着红绿灯 大人小孩急急忙忙跑过路口 原来是因为旁边的地下道 已经被悄悄封上木板禁止通行 出入口被围得密不透风 从栏杆往里看地下道更显灰暗 为了防止治安死角 台北市索性封闭 使用率较少的文子地下道 预定花费1500万陆续填平 只是附近居民也并非全部赞成 看法量级 因为这条路好像不常用 所以我觉得就是过马路就可以了 政府已经是没有看到 有什么游民在聚集 但是就是因为使用率 可能你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那种 游民在这里面活动还怎样 对 我就觉得拆除是还好 地下室存在应该是不会说影响市容 而且有时候如果说你出入口 做一些景观设计 或把它美化反而会更好 北市府强调会审慎评估 后续会规划空间作为地下管线处理 但考虑到孩童行走安全 还是引起部分学校抗议 也让文子地下道存废 更有讨论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